小山小 gravity 我本身比較怕熱 永遠不怕冷 一隻北極紅跳下水,它不會覺得是冷的,因為有皮下脂肪 所以我沒有怎樣戴冬天衣服,我覺得是很舒服 雖然是好天的,雖然是Hitwave,很好天 他們好像說很少不下雨 因為剛剛過去的七月是最冷的七月 最冷的七月? 可能一直都是十幾度 反常的? 很少反 所以剛巧你來到的,可能是很舒服的 那天氣是無縫接軌 對,那個天氣 我想現在十幾度的七月,我就會覺得很舒服 我會覺得很舒服 但其他女士們的朋友就會覺得很虛和很冷 要喝紅棗水 是否以前Robert Williams那部電影? 好像是 好像是 對呀,很多藝術都是找一套電影來改了它 對於我來說,這些就好像是沒有什麼影響 不過剛才我的同事,有私人去的時候 昨晚看了《Back to the Future》 說超級厲害,我不是很好看 那我又很想看一下 是否看了一個一定要看的電影? 失望到嘔 就是那些問題,做到滑了牙這樣 真的滑了牙,你看到 而且是一個戲,一個drama 劇情畫了牙是很糟了 沒有事真的在台上進行 你看得明白故事 但那些事情不是在台上進行 如果那些品牌比較適合 你至少見人唱歌、跳舞 請問旅遊節目 是嗎? 是的 來到倫敦 其實就一定要入鄉徐族 看音樂 這裡真的是很多 剛剛就看到有一個音樂 但我自己就沒有興趣看了 拜拜 在這裡嗎 可以嗎? 很好喝 你也是咖啡爐來的 是的 你介紹得 那我就放心了 不知道的 看看那陣子在做什麼 寫劇本的話 真的數不到 因為我喝完咖啡 其實是很蠻居的事情 我喝完咖啡 我是不會睡不著的 我無時無刻都可以喝 有時我喝完一杯咖啡 我會馬上去睡 我是會覺得 很放鬆 然後馬上去睡 然後可能這樣 睡了15分鐘 就充足了電 這樣 我今次已經喝了兩杯 現在這個是第三杯 因為喝三杯 會長命 最多喝三杯 就會長命些 我遲些告訴你 好 你繼續跟進我這個個案 是的 我們現在再做一次 訪問訪問 是的 就算真的不是那麼長命的話 你都可以 我有些朋友介紹給你 他都會找到我的 是的 通靈方面 對 對 對 都要聊天 我們一群人沒有什麼做 就說不如去逛逛 這樣 那他們有人想去逛逛 那些二手三的店 有想過想 就是都去看一下 那些圖片 這樣 但是就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看到 連最 最著名那個 那個都看不到 看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剷了 拿走那張椅子 小心 我吃了 吃了 你也看不到 都真的 我覺得是 一個 Grafitti 其實我覺得 Grafitti 是 紀錄當代 發生的事情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印證 拍行為場上面的 Grafitti 其實那些是很精彩的東西 但是就沒有 就是 香港人不要想 是 我覺得 我之前看了香港的新聞 西盤上面 那個快餐店 那個Grafitti 明明是 很多年前的 就是說 建議你去拿走它 然後 不是 你可以不拿走它 還要這樣說 給我是一個小市民 我都拿走它 但是其實 它真的有它的價值 在那裡 那些都是家庭藝術 我會覺得很可惜的 就是 在一件這樣的氛圍下 大家要 不讓 你會自我審查 然後去做一件這樣的事 現在說創作 你自己設計是怎樣 會不會有時候覺得 那個制肘有很難的感覺 我不是因為去跟你 現在要做一個訪問 所以我這樣說 這個是真的 我心裏面的標準答案 不是因為想避開 談論一些事情 而這樣說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劇場最重要的是問題 如果我們去 去給一個答案 其實我們這件事 已經失去了劇場的意義 劇場如果在劇場裡 問一個問題 我問你 你認為良知是否重要 你認為一個社會的真是美是甚麼 你認為如果當自由和法治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平衡 我覺得譬如一個劇場作品 他就應該問一個問題 然後等觀眾自己在作品裡找答案 而一個好的作品 當然他應該傳達一個真是美的訊息 但那個真是美 其實不應該是一種 那種虛無飄渺的烏托邦 尤其是現在我們都知道 真是美其實是很down to earth 真是美是關於選擇的 其實是你當下的選擇 會不會擔心收窄了 我自己是一點都不會擔心的 我問善良重要嗎 我問問題 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我亦都沒有去鼓吹或者些甚麼 我覺得不會有事 不應該有事 你都是一個小市民 你不怕呢 每一個小市民都怕 住在香港的小市民 你每一刻都是綁手綁腳 始終你是要正常生活的 那你不怕得那麼多之餘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用怕 我沒有犯法 我沒有犯法 我都沒有犯法 我又沒有想過要 不尊重任何一個甚麼人 我都是想用作品去 令到這個世界面得更加好 你就是要一切如常這樣正常過活 我想 無論是我住在香港的人 或者你現在住在英國的 你都是要這樣生活的 你都是要盡量維持自己的生活 可以在一個如常 舒服 舒泰的狀態 那沒有緊要 每一刻都是擔憂 恐懼和抑鬱裡面 過 很快會死的 不應該這樣生活 他的生活質素不應該是這樣的 不應該這樣 昨晚和朋友聊天 他住在這裏 他都覺得是未吃沙漠 在倫敦吃東西的問題 就是可能是全國倫敦 只有20間吃的東西 只有20個品牌 每一個品牌有100萬間 然後你走來走去 都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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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樣 都是不好吃 我煮給別人吃 就會有要求 自己吃東西 其實要求很低 喜歡煮食的人 永遠最不嘴尿 就是你會把那些剩下的廚餘 送頭送味 自己都會吃光 例如我現在吃宵夜 叫了一個牛腩河 那些 分湯 其實你不用整碗湯 分湯 你不用全部倒進去 那我剩下那半碗 我會放進冰箱 放進去 當它集成兩碗分湯 我會放一個垃圾烏冬 我直接把烏冬放在上面 然後放進去 然後我把整個東西 放進微波爐那裡 然後盯它六分鐘 然後就吃 其實它有幾層不同的湯 在裡面 吃剩下的湯 不是同一種味 不是同一種味 那是有點古怪的 是 是同一種味 其實你不想像不到 是可以吃到這樣 我是想看的 我是沒有看過的 但是我又很不安 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一個長輪的表演 它做到滑了牙的時候 你已經很熟悉這件事 從小到大 我真的熟悉這件事 我真的熟悉這件事 20歲已經在那裡 現在四十多人 你自己對那件事 這麼大的期望 這麼大的 你這麼多的幻想 你累積過 看過不同版本的Gips 之後你覺得最精彩的 你都見過 只要他們作為一個表演者 手有差池的時候 你覺得很失望的時候 你就會毀了對這個作品的形象 我自己很害怕 但是現在這個表演 應該是我和他最接近的距離 戲劇的力量是可以很大的 因為 因為戲劇是真的 我用我生命裏面的這段時間 去為你生命裏面的這段時間 去表演 因為他和拍了一個戲出來 不停地播放是不同的 而我們每一刻的那個化學作用都不同 就是觀眾和表演者的化學作用都不同 有些東西是很真實 在那一刻的空間裏面感受 所以我自己作為一個表演者 我覺得 我希望為這個時代去提醒大家一些重要的東西 不是物質來的 那些重要的東西 物質的重要 你媽媽會教你的了 叫你存錢 叫你買樓 什麼什麼 但是一些比這些更加重要的東西 可能有時候就是 就是要通過藝術才可以令到人提醒到 就是你日常生活身體的營養 你要吃東西 你要吃到不同的營養 你才有 那你都是要維持一個均衡的營養 但是你的精神的營養 你怎樣維持這個精神的均衡營養 那我覺得藝術就是 因為藝術會問你問題 而你在想答案的時候 它會令到你想 我的選擇是什麼 什麼對於我來講是重要 那這個過程其實就已經是吸收營養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作為一個 現在這個時代的戲劇工作者 我想我會覺得 我希望做到的是 告訴大家聽 均衡營養的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均衡 有靈養一點 吃之前先 你在這個幕前 就是經常都是一個 被人很開心的人的形象 或者是印象 你自己是不是一個開心的人 不是說笑笑笑才叫他開心的 就是微笑抑鬱的人 我想全球多的事 我不會說自己抑鬱的 我一定不會 我想我是一個開心的人來的 但是我絕對不是 我想我不是在 譬如節目裡面那個嘻嘻嘻 那個不是 不是100%的我 那個是工作需要而已 我又不可以說那個不是我 一部分的我 但是我想你問他 同事他就會知道 就是平時 平時 平時 就是要是 要是就 太累的時候會發瘋 這樣 但是其實我想我 70%的時間 都是偏向比較靜的 我估計我個人 其實 要 但是不代表我 是不開心 就是 可能講完 小時候要講的quotals 我覺得以前 最近那一集宵夜 你用這個代溝的主題 你覺得代溝現在是怎樣 我又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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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 我做為一個uncle的年紀 我是一個uncle 譬如現在出去打球 那樣 很多都是二十幾歲 甚至十幾歲的人一起打球 那我又不覺得 跟他們會有任何代溝 這件事很恐怖的 就是春樹講的 人變老 不是慢慢變老 是突然間變老的 那我猜我突然間變老 那個moment還沒到吧 我沒感覺到我突然間變老 我整天都不記得自己 其實現在已經是個四十幾歲的uncle 那些心態上面 其實好像一直都沒有改變過這樣 真的不 你不覺得心態上面 跟剛畢業出來二十年前 二十歲的時候有什麼分別 有些事情隨著時間 你會沉實了 但所有人都會 但是你說 你說 你說是不是真的 徹底地變了另一個人 我覺得沒有 我不是不想 但是我覺得沒有 所以我又沒有感覺到那種代溝 我想代溝最大的 會出現代溝的人 是你自己和以前的你出現代溝 而不是你和你身邊的人 當你發覺 我和以前的我出現代溝了 那你就真的老了 那一瞬間你就開始老了 最後你想跟香港的人 說什麼話 我想跟香港人說 我們要 proud of我們自己 我們要身為香港人而驕傲 我們無論去到哪裡 我們都是香港人 香港人這三個字 是 我們不是用來炫耀的 但是 但是我們要記得這個身份 香港人就是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這三個字 是 我們以前的香港人 就是我們之前 早我們很多輩的香港人 他們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去經營回來的 然後我們要守著這個家業 然後我們要繼續將它發展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香港人的身份 身份之餘 我們繼續要去快樂地發展它 我想問到一條 今次 第一次將作品帶來 帶來英國 接下來是否還會有這個計劃 看看 接下來你會不會還有這個 將作品帶來的計劃 我不知道 看看這次是否虧錢 我們回去 要不要洗碗 要不要穿戴手套 他想自殺 他想自殺 拍到 我希望你不會拍到這些東西 沒有啊 看看這次要不要虧錢 賺就不打算賺的了 但是今天來去過旅行 然後找些舊朋友聚一下 又開心一下 但是不要虧那麼多 所以虧就真的搞不定了 希望這次如果我們算到數 我們的監製會 簡稱阿Dee和陸欣 他們會繼續計劃下一個 是的 我也想 要想想想想想 期待 期待你的成功 期待你的成功 多謝 好奇心 好奇略喔 好好好 可以送給大家 是 ik okay מאוד õ 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